欢迎其实锁定10点不一样 我是请林谦 金门陈信士兵失联 被发现人在大陆 金门立委陈玉珍透露 目前大陆已经同意 让家属过去探视 近期他也会陪家属走一趟 金门失踪上兵要被通缉了 通缉令是由地检署会发布 地检会发 对 申请他经过调查 本名陈家勋的上兵 将被用陆海空军刑法39条 无故离营发布通缉令 等同逃兵 未来回台 罪亲也会判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陈爸爸要儿子勇于认错 只是上兵陈家勋就被质疑 为什么体力不只打电话求救 不是打给自家人 而是对岸海警 这个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确识 那我就要问个题 有没有先查通缉 查了没有 查通缉有查通缉的机制管道 有没有想要查通缉吗 我们就跟 如果这个对当事人 谁打给对岸海警 不是事实的话 你们就应该澄清了 强调以军方公布的围准 立委就想问 怎么通报慢半拍 那我讲火黄兵通常几点起来 火黄兵可能他要作业5点多就会起床 那那时候就没有人发现吗 他起床作业的时候有个都后干部 有没有班长 呃 班长是有个都后干部 这有没有是监讨的一部分 对啊 你们这6点50才发现 可是如果今天一个火黄兵4-5点就开始作业的话 班长不回报的吗 看来国防部还有很多疑点没有讲清楚 TVB的新闻 附电网李明辉 伟家协议三区小组台北采访报道 国军近期真的是出包不断 除了海军掉枪 还有金门士兵失联 却被发现人在厦门 而今天国军无旦可吃改喝豆浆 也让国防部长邱国正一秒断线 专案处理以后我会办很多人 而且这个办 会办很多人 掉脑袋没有话讲 国防部长邱国正大动肝火 要办的这些人就是国军近期 接连爆发竖起吊枪事件 内部管理有缺失 现在连吃的也让他气泡泡 从现在开始 国防部吃六个礼拜的喝豆浆 这就可恶 讲这个话就可恶 所以造成的纷扰会影响国军士气 强调3月20号开始农委会是 加菜给国军饮用豆浆 不是没有蛋吃 但影响国军士气的还有金门上兵案 邱国正背询时还一度被篮尾恰虾 不要插话更差点被赶下台 国军委员报告 这个案子我并没有要回避 部长我还没有要你讲话 部长你再讲我就叫你下去 尊重我讲话的权利 部长你尊重我讲话的权利 我再警告你来主席 主席请处理 国军近期几点出包 让邱国正压力爆表 但队内还没搞定 台湾的上空共机却没停过 国防部公布14号就争获28架次的共机 除了北方的苏凯30 还有堪称是大陆版的全球之音 更有反潜直升机在我防空识别区 但进一步最终发现 还有日本军机进入台湾 北方空域是两架反潜机 各个基地来到前方来轮战 他这样子来保持在战场的经营 还有战场的勤收 还有对海上动态的掌握 他虽然对台湾都在做这方面的 三期进犯的这些战场的设计 国防对内对外两头烧 也让部长的压力更大了 TVB的新闻 洪富华年轩台北参谎报道 当选之前就说要跟大陆建交 如今洪都拉斯总统卡司楚 真的说要这样 洪都拉斯总统卡司楚 2022年1月就职 副总统赖金德当时 还亲自到场管理 只是一年后 卡司楚却发推特说 以指示外交部长处理 与中国大陆建立正式关系 还说会和世界各国 一起自由地扩大边界 这也意味着与台湾的邦誼 岌岌可危 外交部已掌握讯息 并已向洪国政府表达严正关切 中国与洪国发展关系的唯一目的 是要压缩我国的国际空间 切勿落入中国圈套 声声话 洪国国旗依然飘扬在外交部大厅 只是卡司楚前年曾说 当选后会跟中国大陆 开展外交与商务关系 过去一年 我方就紧盯卡司楚 何时打算履行这竞选承诺 据悉台湾关系的警报 今年1月已构级 只是前线的外交人员仍在全力努力 我们欢迎洪防的有关表态 世界上181个国家 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 同中国建交的事实充分证明 同中国建交是顺应历史发展大势 和时代进步潮流的正确选择 去年才亲自跟卡司楚碰面 15日登记 要凭2024大位的赖清德 想必心情更是五味杂陈 学者则认为 这背后涉及中共的盘算 时间点更是不单纯 2002年的时候 陈水扁在诺鲁的这个案子里面 就是因为他当选党主席那天 诺鲁跟我们断交 所以这个中共这样的做法 并不是没有千里可循的 是不是刻意对于我们总统 要过境美国访问 到中南美洲一个重大的打击 我们绝对不排除 这部分从来没有间断过 中共刚结束两会 美中台关系诡谀 新一波的外交战 隐性看来已经点燃 TVB新闻李国伟 朱玉峰 刘婷婷 NG小组台北报道 国际焦点在关注乌尔战争 乌尔开战之后 美国跟俄罗斯首度出现正面冲突 一架俄罗斯苏凯二七战机 撞上了美军MQ-9死身无人机 造成美国无人机坠毁黑海 美俄两国军机首次正面对决 一架美国MQ-9死身无人机 疑似遭到一架俄罗斯苏凯二七战机 骚扰导致螺旋桨故障 最后坠毁 根据媒体释出的轨迹图 美军这架MQ-9疑似是从罗马尼亚起飞 然后在黑海上空海域坠毁 其实从2021年起 美国就已经在罗马尼亚部署 死身无人机 美军在黑海进行征搜 主要原因也是跟无二战争有关 在战争爆发一年的敏感时刻 美俄军机交手单纯只是意外吗 美国谴责俄罗斯行进鲁莽 毕竟区域拦截很常见 事件发生后俄罗斯驻美大使安托诺夫 立刻被传唤到美国国务院 美俄双方反应温和 透过外交途径解决 不过现在有专家指出 这很可能是俄罗斯的伎俩 从无人机上窃取机密情资 搜寻无人机残骸 双方保密到家 俄罗斯似乎想恶阻美国 别再大肆在黑海周边 进行情报监察活动 俄罗斯国防部长肖一股 近期更要求武器制造商产量增加一倍 普清也造访飞机工厂 还亲自驾驶直升机 面对美俄之间无人机争议 美国看来想试水温 但俄罗斯不断提升军力 摆出不惜一战的姿态 TBN新闻综合报道 好就继续来关注这起事件 美苏军机在黑海上空遭遇 造成了美方MQ-9无人侦察机坠毁 事件发生之后 双方相互指责各说各话 而坠毁的这款MQ-9 可是全球第一款专门 为长时间航程的时候 高空侦察而设计的无人侦察机 而执行拦截的俄罗斯苏凯27战机 则是负责执行空优任务的 多功能战斗机 俄罗斯两架苏27战机升空 要看来者何人 原来是一架美军的MQ-9 无人高空侦察机 于是双方为这次奇幻的 空中遭遇揭开序幕 从美方的角度来看 俄国飞行员的过度反应 已经严重侵害MQ-9 在国际空域中的飞行权益 然而俄罗斯可不这么想 尤其是在俄乌战争 如此紧张的时刻 俄罗斯会认为说 他是对于乌军是有协助的 然后对于俄军的军事动态 是一种威胁 即使他不是自己打击 但是他的行间证 也会让俄军在这个区域的动态 部署相关的情报被掌握住 所以他认为可能MQ-9的活动 也许是他必须要设法将以干扰 或者妨碍的 他的多功能的侦察机 包含电子侦察机 上面有合成孔径雷达 还有电子光学系统 还有相位阵列 主动式的雷达 那他这样的话 是多功能 将所有的电子的参数 还有电子的信号 还有陆地上所有的军事的动态 调动 他都会掌握得很清楚 绰号死神的MQ-9 是全球第一架 专门为了长航时高空侦察 所设计出来的无人机 航速不算太快 每小时482公里 但是飞行半径超过1800公里 最高续航时间 更能达到24小时以上 这个无人机 虽然它有一定的作战程度 但是它其实是非常脆弱的 因为它自己本身 对周边的环境感知 是非常弱的 它靠的是机上这种感测系统 进行这种长时间绵密的挣扎 但事实上它是看不到 自己周边的这些情况 所以如果说有另外一架飞机 要靠近它或接近的时候 它本身是没有办法察觉 除非它自己这个感测系统有发现 无人机的动作 它只是做侦察 它不会有一些战术上很灵变 灵巧灵活的这种动作 很容易被战斗机所干扰 这是侦察机 无人侦察机的短板 正因为MPU-9出现在极度敏感的空域 所以俄罗斯也不敢掉以轻心 要派出驻防在周边的苏二七升空拦截 北约代号为侧位的苏二七 是一款空优型多功能战机 最大航速超过2.3马赫 作战半径1500公里 机上除了配有一门30公里的机炮外 还能够携带航空火箭弹 空对空飞弹 以及对地打击的航空炸弹 武装火力十分惊人 苏二七它其实是一种蛮大型的战机 被称为4.5代战机 那它有非常优异的空气动力外形 然后两具性能很好的发动机 当然它可能使用寿命没有西方的国家那么好 但是它因为飞机的推力很大 所以空中它的航程很远可以带很多的武器 然后作战能力其实相当优异 让苏二七声明大造的还有一件事 就是发生在1987年和挪威空军P-3B发生的擦撞事故 也被西方称为八轮之海空中手术刀 用它的垂尾尖端准确地划上了P-3B引擎的螺旋桨叶片 损坏的桨叶中一条11厘米的碎片击穿了P-3B机身 碎片像手术刀那样将P-3B右侧外侧的发动机 割开一个大口子 导致P-3B机舱内施压 P-3B的飞行高度在一分钟内掉了三千多米 虽然P-3B最后安全返航 不过这也是苏二七首度在西方阵营眼前出现 此后俄罗斯授权给中国大陆组装生产 衍生成为解放军现役的歼11战机 并且带动大陆空军的现代化发展 进而逐渐成为亚洲地区不可忽视的空中强权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钦在最新的谈话当中提到了俄乌战争 他也重申乌克兰问题攸关俄罗斯国家存亡 详细内容叫记者李作赫 俄乌战争变成是一场延长赛之后 这些战争也对普钦来讲是相当的重要 我们来看到是普钦他在视察航空工厂的时候 就发表了一段谈话 他就说俄乌战争对西方而言是改善地缘政治 但是对俄罗斯来说远比这个还要更重要 怎么说呢 因为这是为人民和国家地位所进行的战斗 而且他还提到这个特别军事行动一定会获胜 这也当然是要跟在场的这些人来信任 信心喊话 不过我们看到另一面在乌克兰的部分 也说是准备在圈天要发起反攻作战 可是还是有一些些隐忧的 因为根据华盛顿邮报就提到说 现在比较大的问题 第一个是缺乏经验丰富的官兵 第二个是弹药到底够不够用 所以现在美国就说三月底将有新的一批乌克兰军队 连队会玩讯 不过这个乌克兰军队还是难发起攻势 就训练探测俄罗斯战车的弱点 另外是英国以及欧盟 他们也是各训练了三万的乌军 也预料说在四月底到五月初的时候 可能会进行反攻 所以看看这个时间点 确实在援助上也可以明显看得出来几破性 好就继续来关注的是根据外电的最新报道 俄罗斯才要计划从四月开始要继续的大举征兵 目标是还要招募四十万的专业军人 另外乌克兰还捡到了一本俄兵日记 里头记载了每日的阵亡人数 当中有一天 一百一十五人只有三个人活下来 救难队用担架和吊绳 慢慢将伤患从二楼窗户抬出来 俄罗斯周二再度对乌东城市 克拉莫托斯克发射飞弹 造成至少一人死亡 九人受伤 这不是克拉莫托斯克第一次被俄军滥炸 CNN资深记者在当地观察到一件令人惊讶的现象 当地民众对于轰炸已经习以为常 但时间回到一年前 同样的地点当时空中弥漫的不是这种气氛 现场传出尖叫声 民众惊慌窜逃 地上躺的人早已没有气息 去年克拉莫托斯克火车站遭到俄军飞弹轰炸 当时民众就陷入一阵恐慌 国际刑事法院积极调查俄军所犯下的战争罪 因为俄军多次动用极数弹 但对普京来说迫在没消的危机 无非就是国内反对战争的声浪越来越大 俄国民众持续抱怨 男人一个一个宛如被送进屠宰场送死 乌克兰民众则在国际制沟日 纪念阵亡的志愿兵 亲属捧着鲜花 在东正教神父的祷告下 来到基辅纪念墙前 献上深深哀悼 另外冰岛总理雅各斯托提尔 周三突访基辅 也到纪念墙前向阵亡乌军致役 至于在战争前线 死守巴赫姆特的乌克兰士兵 自拍战争实况影片 这位乌克兰士兵是一位狙击手 他负责指挥一个20人的小组 他说和二军短兵相接 双方最近距离只有5公尺 瓦格纳佣民团不断向前推进 他认为最大的原因是 那些负责打仗的佣兵根本不被当人看 尽管瓦格纳使出残酷作战策略 但在战场上并没有占上风 CNN报道 乌克兰军方检到一本俄军日记 上面详细记载俄军每天阵亡人数 3月1号100人部队中只有16人存活 3号116人中只有23人活着 到了3月5号 115人当中只剩3人活命 死伤相当惨重 但华盛顿邮报报道 开战后乌军也有将近12万死伤 而且现在很缺弹药 尤其是破级炮和重型火炮 波兰则预估会在接下来4到6周内 提供米格29战机 帮助乌克兰继续抵抗俄军的侵犯 TBS新闻综合报道 今年的汉光演习将遗失北部验证两期登陆 国军会将全台湾的海滩进行分类 假如去共军可能登陆的地点 就会列为红色海滩 联合两期登陆是每年汉光演习的重头戏 不论是验证陆战队抢占滩头的看家本领 还是模拟守军如何击退来半敌军 这项科目都具有指标性意义 过去都在屏东加路堂操演 今年汉光演习 军方首度遗失北部 逐维海滩 根据国军的评估 桃源的海湖海滩大概就在逐维渔港一带 就是共军可能登陆的危险地点之一 而一个是和正规两期作战的摊案 有几个要点 第一就是它的地势要平缓 高低差不能太大 第二个就是它要有松软的沙滩 至少不能是颗粒太大的沿岸 最后就是它的纵深要够开阔 以利后去大部队登陆集结 建立摊头堡 继续向内陆来推进 我们实际来这边考察 可以发现这里的确非常开阔 而且重点是 它还临近台湾两大战略要冲 分别就是桃源机场以及台北港 从海湖海滩开车15分钟 就能抵达桃源机场 不到半小时就能来到台北港 若共军主力部队由此登陆强攻 可以搭配桃源机场空机将 再由台北港执行行政下卸 以及武装投送 将陆海空重型兵力在桃源集结 直接挥军台北 像这样的危险摊头被称作红色海滩 全台湾大约有14处 国军早已布下严密防卫战略 详细水文资讯列为机密 每年都会有两棲蛙人重新校正 水文资讯就是把全台湾 或是我们领土上所有的海滩 水下的所有地形 我们都要做出来 我们才可以知道说 敌方可以怎样登陆 我们哪里的海滩 没有办法用仪器一次扫描 就可以全部扫描出来 很多部分是要用人工去做出来的 因为近爱的海滩 它的变化太大的 一个台风或是一个气候的变化 这海滩的形状就变化了 所以水文侦查是很常更新的 我们去侦查其实都是机密任务 台湾地形狭小破碎 能登陆的滩头用手指都数得出来 而且地形地貌每年都在变化 适合登陆的海岸又变得更少 但问题就出在共军的登陆载具 早已超出过去传统想象 抢滩的部分 它也开始大量运用 所谓的两气战车 甚至于高速汽电船 它从换乘区到接触 这个台湾陆地的时间会大幅缩短 更重要的是 原本很多是不适合传统登陆艇 登陆的沙滩 在新型的登陆载具的运用状况下 它变得可以登陆 传统登陆作战分为几个阶段 分别是两气航渡 大部队透过两气运输载具 横渡广大海面向敌岸靠拢 达到离岸约40公里时 开始进行泛水运动 施放登陆周波在水面集结 最后是两气攻击 正面登上敌方领地抢摊 每个阶段都有高度风险 可说是人类战争发展至今 最为复杂繁琐且高风险的作战形态 对防守方而言也相对轻松 所以他们采用所谓的多层双超战法来避免 所谓的多层 就登陆部队已经分为三层 最底层是传统的船坞登陆舰 登陆艇和两气战车 但是中层却有中大型的气垫船 这类的高速掠海载台 那高层则是由直升机载运的机降部队 与运输机载运的空降部队 那所谓的双超战法呢 则是首先为超视距的换乘边坡冲击 也就是在距离岸边约40公里外 实施登陆舰放下登陆载具的换乘作业 那另一点则是超越滩头的登陆与着陆 就是利用气垫船与直升机的机动性 绕过防守严密的滩头 在战线后方实施大规模的立体垂直登陆 共军最新型的洞拐五行两栖攻击舰 就具备庞大直升机甲板 可以执行垂直登陆 还有各型高速气垫船两栖战车 可以在超视距外发起两栖进攻 躲开我方暗置炮火 虽然我方最近购置了火山不雷车 以及自制快速不雷挺 但共军的新兴战术 却可能直接越过这些障碍 海岛每一处海滩都有可能成为解放军进攻的海滩 那任何的设防 也就是所谓的处处设防 就等于处处不设防 这样就会让我军非常难以防守解放军 车在何处登陆的可能性 两岸攻防台湾具有地主优势 但对手不断研发新的装备 新的战法 火军千万不能用上个世代的思维 来经营下个世代的战争 TVBS新闻李伟华顾上军 台北报导 美国又有众议院来台 这回是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国防小组的主席 克维特率名五名议员访台 军机停在松山机场的停机坪上 仔细一看这架没有任何标志的飞机 竟然是美国的军机 从日本起飞来台还不止一架 一次来两架到底是什么大人物 答案揭晓原来是美国联邦众院拨款委员会 国防小组主席克维特率跨党派议员来台访问两天 这回六个人除了要觐见蔡总统 拜会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之外 外交部长吴钊燮也会设宴款待 在对岸积极挖我国墙角之际 放台有什么目的 蔡英文总统准备要访美之前 跨党派的议员来到台湾先行进行沟通 不管是未来麦卡锡众议院议长见面的细节 通过一个停台的法案 所谓的停台法案就是要借钱给我们 是不是会讨论这个贷款的品项 因为贷款的这一位 他本身之前就是主张卖给我们F16的 国民党立委说的就是美国通过的 2023年度拨款法案以外国军事融资的名义 贷款给台湾20亿美元12年内要还款 里面还特别交代要加快对台军售 只是现在可不只有一团美国政治人物访台 当时川普政府的发言人 现在的阿肯色州州长萨拉桑德斯 也跟当过州长的爸爸一起访台 不过不是件执政党 而是在15号晚间 打算跟国民党籍的台北市议长戴希勤 还有议员李博弈陈旭 还是在做未来他们选举的规定 就是说我来到台湾 我来支持所谓自由民主台湾 这个部分对他自己在做内部的宣传也有帮助 不会也 美国明代交流 就是为了接下来的大选着想 毕竟多跟在野党交朋友 在推动合作上也能少一点阻碍 TVB新闻 李明慧 韦佳琪 台北采访波动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